歡迎歡迎有機茶主題館 2023年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10月7號開始到15號 在南投中心新村大操場舉行 而農業部農糧署第四年委託慈心基金會承辦的有機茶主題館 今年不僅要讓有機島茶成為台灣有機茶的交流平台 更以草學要讓有機茶成為年輕人時尚追求潮流的目標 這個草的用意是希望能夠帶動年輕人他們喜歡這個有機 喜歡有機茶這樣的一個目標 另外一個面向是我們把其他元素試著跟有機茶結合 包括香水包括這個甜點 一種年輕人比較喜歡的一種元素把它放進來 有機主題館透過茶調香 茶調飲 像是茶做成香水成分 讓民眾透過實作的沉浸式體驗課程 對茶有新的認識 而面對國際近年火熱的碳中和議題 有機茶的栽培更是台灣農業達到減碳的重要一環 有一些碳會很有功效的草能夠被保留下來 然後茶樹呢在採收上也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種耕作方法 不是有茶就採而是在某些時候要讓茶樹修養 這個在專業上我們叫流氧 所以當這幾個動作能夠都搭配好的話 有機茶可以做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會碳的功能 透過有機農業 你可以像他有有機的一個形態 把它封除到那個茶樹 所以這個位置說對這個農業相當重要 今年有機茶主題館集結了105位有機潮農 輪流在館內奉上自家好茶 讓消費者一次可以品嘗多家不同的風味 而14號週六下午 也將有一場千人風茶活動 邀請專業的風茶師指導民眾風茶 策劍採訪團南投報導